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右侧 最右侧是吧 对对对 最右侧就是他已经那个做了一分割对吧 对 这个是自动分割出来的结果 呃 这个圆图呢 就这个圆图是 其中有八张圆图 不是 这是几张 五张十张圆图 这个这个是两两个视力 每个视力有五张这个MR的图 啊 两对 两个视力是吧 就在圆图里边 你是怎么回事 这个这个和就是这就是看着这个圆圈的 就是感觉是心脏 是心脏 是吧 就左上角吧 最左上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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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第一行 第一列 嗯 第一行 它是什么器官呢 那边是 它这个是那个心脏的解剖 你可以看到这个圈 比较深颜色的这个圈是心肌 然后深颜色圈里面的这个稍微白的这个就是左心石 左心石 对 然后 左心石 心肌 心肌包围着那个 左心石 心肌包围着这个左心石 然后左心石 心肌偏 左下侧这一点 是那个 右心石 啊 那个 他我们这个这个注目有那个有那个画 这上面画那个那个功能 你能找到吗 等一下 就是它有就是这个 你可以在手标上 手标上刻在上画的 看一下 嗯 你画一下 能看到 因为这个这个知识是一个非常稀缺的这种知识的嘛 你画一下 我现在这些画能看到吗 啊 可以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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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这个这个图 这个图来看一下 看 这里 这里面这个圈 对 这里面这个小圈就表示的是那个左心石 也就是这个灰色的区域 嗯 就是这样 这是左心石 然后外面这一层稍微大的圈 更深的是表示的是那个左心石心肌 然后这一块就是那个右心石 啊 右心石啊 看得看得很近点啊 啊 但是这这篇工作主要是针对这个心肌进行分割的 就是外边这个大块 就是那就是那黑黑色的一个小 一个像像戒指那么一个东西 就是心肌对 对 就是这个小圈 啊 就是那就是那个东西 啊 就是你画那个水种水种水种区域那个对吧 哦 这个区域是整个心肌 然后你看一下水种区域可以看到这一块 这一块可能相比其他的新正常的心肌区域 它更亮一些 啊 它那个边边阔就是好像那个黑色的 黑色的像戒指那么一个东西就是 就是没有去连起来好像是吧 嗯 对 你觉得这一块 啊 那那那就是代表水种 对 那它这个伤痕呢 伤痕是怎么样 嗯 这个疤痕应该是可以通过 对 通过 这个我看我应该我看不出来 不过那个临床医生能够看出来 对 啊 它它也是一种非常不规则的这么一个一个分割问题 也是 对 而且这两个病理之间 那个边界应该非常模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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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ay 嗯 嗯 那个好的 非常感谢 这个基本上是明白就是它这个呃 就是分的方法 然后呃 就现在来说可能有几个问题 就是他其实要那用过五个魔态 对吧 然后那他这个五个魔态的话 就是他其实就会面有没有一个结棍 就是说这个五个魔态到底是不是都必要吗 他的结棍就是都必要是吧 也不是都必要 因为临床上就是有的病人可能对那些造影剂过敏或者什么的 然后那个LGE这个就是需要注射那个嘎对比嘎那个造影剂吗 然后他有的病人就可能对这个过敏就不能拍这个序列了 所以就可能缺少某一种序列 但是这个你说您继续说 然后他这篇文章呢就提供了几个可操作的一个场景设置 一个是就是所有序列都存在的情况 然后针对其中的某几个序列也有一个这样的网络框架 是这样的 他这篇文章应该是所有的序列都用了吧 好像没有说做那个序列缺失的那种操作 没有做什么 没有做吧 有的是有的 哦 是对在那个笑容里面做的吗 还是 嗯对笑容里面也有 也有 我可能刚才没有他跟上就这几个table 是 哦对这个地方 这个是LM 这个我可能没有贴出来 他文章中就是这个没有什么都没有的 可能针对了某一些序列 然后L和M分别针对了一些序列 哦 哦就是在最上面那个最高的那个是什么都有的是吗 我可以看一下那个文章 他在这个地方 在这 对这个就是所有的五个序列都用的 然后这个Iron的话是 只用到这个没有用到那两个Mapping 哦 对 这个就是有Mapping但没有没有扎机 对 下一个是 下一个是什么呀 四个是 就是所有 所有 那第一个不是所有 第一个不也是所有的吗 他这是test test啊这五个 五个序列 然后这个是test任何一个 哦 OK 就是这个是所有的训练 训练完之后 可能在测试的时候可以 并不是把五个都给全了 应该是这个 OK OK 明白 然后那看一下结果呗 看下刚才那个结果 没有结果 这个 这个 他这个没有max 对这个没有那个 说明是有Mapping 不一定需要有扎机是这个意思吗 不是不是说明有扎机还是有用的Mapping 其实用处 不是特别大 他这个 嗯 他 嗯 也应该也不能说是用处不大 因为那个是 一个定量分析的一个技术 他这个文章中后面在那个 Limitation里面也讲了 就可能 现在 在做这个Mapping的特征提取的时候 可能提取的不是很好 嗯 一个还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你看他这个Mapping图 可能质量也不是很好 本身的质量可能不是太好 嗯 嗯 嗯 对 这个我想请问一下 他这个数据的来源是 公开数据 还是他们自己采的数据 他用了两个数据机 一个是自己 自己的一个数据机 一个是那个 在Mikai 2020 已经公布了一个开放的数据机 哦 也是多莫态的是吧 相当于是 也是多莫态的 就专门做新机的 OK 也是他这些模态对吧 就是也是他这个和他模态是对齐的 嗯 应该是 我这个具体的 对 具体的数据机我还没看 但很奇怪 嗯 也不是很奇怪 因为你看他Public的话只有L 所以说可能还是有点不一样 对吧 嗯 就是他Public data set里面只有 只有-L嘛 对啊 嗯 所以说可能是他他模态没有他们自己采的多 嗯 然后OK 这是其中的一个问题 然后是 Table 9 我们再看一下那个消融实验 那个消融的那部分 就是 哎怎么做的这个消融实验 那个 这个是半监督 半监督 哎他的半监督是 呃 是怎么做的呢 是 嗯 他的半监 就相当于是 有一部分数据 是在I-Label上 I-Label数据上做的吗 嗯 然后画个 画个比例是吗 还是 没事没事 您说您说 按你的思路讲 对 嗯 如果是全监督的话 就是刚刚讲这 这一眼他有一个 数据的 这个Label数据的一个损失的计算 然后嗯 如果是有这个 无Label数据的话 他又单独设计了这个 无Label数据对应的损失 呃 是哪个呢 呃 就比如这个地方 这个 这个 搬横在水种区域内部 这个约束 他是这样做的 就是将相当于把 原来的这个 Ground Truth的这个Y 换成了他的输出的分割结果 呃 但是这个不是 针对于Label的吧 他他Label的时候 不也有这个 Consistent的这个 呃 对 就是 就是这个地方 为了测试他这个 有效性 就是 在数据 标记很少的情况下 他这个方法的有效性 对 他增 他就测试了 对 这个地方 OK 嗯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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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 但是他 我是说你刚才说 他是无Label的情况下 他有一个 呃 损失是吗 那个损失 好像是 呃 就是也没有说那个损失 一定是呃 就就那个损失 不是有Label的情况下 也有那个损失 有 就是他有Label的话 他可以有 有监督的那个分割损失 对对我知道 对 两个约束 然后无Label的话 他就只能在这个约束上 做一个 啊 一个算数的计算 啊 OK 没问题 OK 好的 他这个有 多少提高啊 他这个 提高的 15 提高的 哦 看起来还是蛮 蛮高的 看起来还是蛮高的 但他这个数据量本身就不高啊 一共就25个 对 对 他这个精度上限 应该提升的空间还有很大 呃 不知道啊 他这个25个能不能提升 因为这个好像难度很高的一个 的一个任务 然后 对 他这Label 拉起来的还是挺高的 其实 嗯 嗯 OK OK 行 然后然后还有那个消融那块的话 就 呃 看一下消融那个部分 是 消融的部分 是 对 这个 嗯 下面 Table5 Table5是针对他提出的那个模块来做的消融 啊 那Table4呢 Table4就是 刚刚讲的 讲的那个Decoder 就是有的序列 就是针对某一个序列 用两个 解码器 一个是 扳痕 一个是水种 然后他这个是不同的组合 啊 4Decoders OK 2Decoders of all 然后6Decoders for 3 seconds 4Decoders 2 4Mamping 3Decoders 4 4Mamping 3Decoders 哎呦 这个怎么看啊 那他 他说 哪个 他说最后一个号 这怎么解释呢 呃 最后这个就是 呃 应该是一个 一个 打对比计的那个 有一个 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SCA的Decoder 一个 一个 斑痕的解码器 一个水种的解码器 然后有个T2 T2的这个 好像只是 用了斑 只用了水种的解码器 看一下 在哪里 在哪里 对 对 对 只用了这个 我这个地方写错了 这个是Mapping Mapping只用了SCA 但是他那点上写的可是 3Decoder for Mamping 就是 你看到那个 那个2Lan 对 所以 所以第五个嘛 第五个是3Decoder SCA for Mamping SCA for Mamping 也不是没写 这没写在表里 这应该是在文章中 可能有具体的描述 OK 反正最后一个 它这个是高 然后呢 就不是很理解 就是高之后呢 然后是 它应该是测试 比如说 每一个序列 对每一个病理 它的那个 特征明显成都不一样 它就通过每一个序列 做了一个不同的 Decoder的组合 然后最后根据这个来选择 就是选择哪一个序列的 Decoder 作为最后我们 最终预测要使用的 那个解码器 就不是训练时候的事情 是吗 就是预测的时候 应该是 还是说训练预测都 都是这样的 都是这样的是吧 OK OK 然后的话 就是它这个下面这个 就是 CrossModel FusionModel 然后 MPC MPC Model Consens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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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这几个 这个 分别都对应的是 哪个操作呀 那个CMFF 表示的是 那个融合的 那个架构 对 刚才之前讲了 那如果不加这个架构 它的意思是怎么的 就难道就不融合吗 也不能不融合吧 就是它的那个 相对比 是跟哪种情况 Besla 不好意思 我没听清 它这个 我没有去具体去看 它这个Besla 我觉得应该可能 就直接CAT在一起 做了那个输出 OK OK 这个没关系 就是第二个的话是 MPC 这个就是那个 搬含和水肿区域 要在这个心肌的 范围内 那第三个呢 PL呢 PI PI 是指的 那个 对 搬含在水肿的 区域内 是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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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加一个吗 每次加两个 好 行 OK 要理解这个事情 能看一下那个图吗 就是那个 笑容实验那个图 就是都有个 有个那个 对对 这个图 对 这个东西它为什么 就为什么那个是 good case 那个是poor case 这个 可以看出 从这个分割结果上 这个标签上来看 就是它只是根据那什么 来看的是吧 就是相当于 只是单纯的好不好 并没有说 就是加了它这个方法之后 变得更好或者更不好 这个其实不在它的考虑之内 我觉得它这个显示的 应该就是从大家所有的测试 这些结果中 找到了分的比较好的 比较一般的 比较不好的 这样的三个实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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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好的 然后 然后还有的话 嗯 明白 明白 嗯 嗯 哎 那它有没有跟 就是因为米开尼是公开的嘛 就是 他们的这个 就比公开的要好很多 是吗 就其他的方法 哎 横向对比的方法 是 对 这个9 9这个表 OK 9这个表 但这些方法 我没有具体去看 是指的什么 但是从这个数据结果上 这个方法 从这个结果上来说 呃 是它是没有比他们的好 对吧 嗯 这两个 可能前两个 和前两个差不多 嗯 对 就 是 前两个比它要好些 它那个什么 哎 OK 哎 OK 我还有一个问题 它里面提到unet和unet加加 这这个它要比一下的这个原因是什么 就是应该是网络的 那个 怎么说 泛化 泛化性 泛化性吗 应该是它这个方法 你看这 这张表显示的就是它用着不同的网络架构 来测试了一下 那个影像数据 不同的序列的影像数据 对这个病理的一个敏感程度 嗯 这个角度的泛化 就是从这个 这个用了unet做了一个测试 发现是 它在这个 感觉对比器这个CMR 在SCA上是比较好的 然后用unet加加也测了一下 在这个 方面上它也是好的 unet加加和unet的区别是什么 就是 然后 而且下面那个应该也不是好的吧 下面那个是不好的吗 不是 就unet加加 不贴二 不不是这样比 是 应该 这个 这一个序列的CMR 对SCA是这个 是精度 然后这个对SCA是这个精度 就可以看到这两个模型 这两个网络架构 在这个序列上的这个 对SCA预测的这个精度 上面好吧 是一致的 对 你看这两个网络 对它的预测 都很低 对它的更低 就是说这两个 这个 对 这个CMR对SCA 确实是明显的 就是通过网 两个网络来验证 它的结果还是一致的 就是说它 对这个班 比较 比较 比较敏感 我不是特别理解 它是想说两个网络都一致 所以就敏感吗 还是 这个意思吗 嗯 就是你也可以忽略这个UNET加加 就是它用了UNET这一个网络 然后测试了不同的序列 对这个班和水种区域 这个可以理解 对 然后它又加了UNET加加 或许也可以加一个别的网络 Transformer的 或者UNET的网络 都可以做 做一下验证 应该是这样吧 就说不止在用 实际上是吧 嗯 但是这里面就很神奇 它UNET加加是要比UNET弱的 当然右面图也能看出来 基本也确实是 嗯 所以 嗯 所以也有点不明 就是为什么 但也不一定 其实就是差不多 它想表达的意思就是差不多 是这个意思 但这个和泛化 其实也没什么关系 嗯 嗯 还有一个问题是这样的 就是它既然有 私有数据机和那个公开数据机 它有做那个跨域的 那种分析吗 您指的跨域是说 跨域就是比如说 它用它私有数据机训练出来 在那个公开数据测试 或者公开数据机训练出来 它那个私有数据机上 一定能测试 嗯 应该不是这样做的吧 嗯 应该不是这么做的 我觉得应该就是用哪个数据机 然后就用哪个数据机上的数据进行测的 并没有说 嗯 就没有话语 没关系 嗯对 可以理解 就也没有这个不是重点 嗯 嗯 OK 该看一下那个图呗 看一下那个主图 就主流程的那个主图 啊 流程的主图 对对 这个 哦 哦 它是这么写的 CMF module 然后 OK 点点点 然后 然后 cross 哎呀 为什么这些图是这么好画呢 好的 嗯 OK 很清楚 哎 所以它一共就这一张图吗 那上面那张图 就是 就是上两页那张图 那个是想表达什么 就是 上张图的上的 这个是它那个局部的 是吧 没关系 这个再往上 这个不是 这个是 这个吗 是 哦 对对对 刚才那个 刚才那个 对对就这个 哦 这是另外的工作 是吧 OK 哦 这个是它文章中的 它就是想 说明一下 不同的序列 然后 对这个区域的一个 哦 我知道 我知道 嗯 OK 明白 然后 然后下一张图是 其他工作的图 是吧 OK 这个是其他工作的 OK 这个是它方法的 主要的 方法画画图 那我想想啊 那它的这个 嗯 就它的意义 就是它最后贡献的时候 它是怎么说清楚 这件事情的 就 嗯 它的方法 其实没有别的方法 来的要 好 其实是这么样的 对啊 其实是这样 嗯 就是 就是但是它还是说明了 它的意义 就是它的贡献 就是最后 最后它有三个贡献嘛 嗯 就在最后那块 就是什么 first 什么second 的那个 哎 对对 对 就是 有效的融合 结构 嗯 有效的 有效的融合结构 OK 这是很抽象的一个概念 那难道人家那几个方法 它不是融合的结构吗 嗯 然后第二个是提出了这两个 consistent的一个有效的一个 localized的一个方法 然后第三个是 嗯 嗯 嗯 好假的 第二个 第三个 其实意义上是一样的 就不是非常类似吗 但是硬要写成两个 嗯 刚刚他讲的时候 他第二个是这样讲的 第二个他就是说 以前的方法就分两步嘛 就是先把这个 从粗到细 先把心肌分割出来 然后在分割的心肌的基础上 再去分割这个 斑痕或者是水肿 然后他这个方法 就是一步到位了 就直接把这个约束 嗯 我明白 因为用的是约束嘛 这个倒是可以了 对 嗯 对 然后第三个的话 就是他说那个 就是那个相当于那个 Scar在那个 Admark上面 里面 对 对 这是三个约束 这就是他的三个贡献 其实 对 嗯 就感觉还是有点怪怪的 因为 你折腾完了之后 然后你的性能 其实还是不如人家那个 虽然你折腾的 具有道理的 但是 但是 我看这个文章 就之前可能 前面做这种 多序列CMR的 就是对这种病理 分割的不是很多 哦 病理分割的不是很多 哦 对 那但他对横向对比的 那几个应该都是这个 都是很病理的 是不是 要不然是不是 也不能对比 横向的 我觉得他不是 应该是 只是用了这个框架嘛 我没有具体去看 但是看看这个 哦 AWI 就这种 就应该都是用个 打榜的文章吧 就或者类似于 嗯 对 那打榜的话 就你说的病理分割 是就是指他 这个一个是Skyr 一个是Adma 这个 这个叫病理 对 对 就像之前可能 就大结构 没有说这么详细 详细到病理上来 做分割 那他这几个文章 应该也是分这个 也是分Skyr和Adma 要不然的话 没法比 对吧 Adma 对 要不然没有办法比 他们肯定也是分的 这个东西 对吧 OK 我还穿梅气体去看 他对面的这些方法是 嗯 就反正 我是觉得 OK 就本身文章品 没有问题 就是挺好的 挺好的 他说也说清楚了 但只是 只是 折放完啊 然后其实和人家22年 他不如人家22年 我们这件事情 是不是要解释一下 二 二 就觉得有点 就是这个地方 感觉是 嗯 就我觉得可能需要 需要解释一下 就是 这东西 那 那如果 那22年的 为什么会比你这个 还好呢 这是出于什么原因呢 这个 对 这也是 对 这篇文章 也是做这个分割的 对啊 他们自己团队的 哦 他们自己团队的是吧 哦 好家伙 哎 那他他加个这两个月数之后 然后反而性能会降低 是这个 还是他的这个 嗯 他 要好 所以就 之前这篇文章 分成两条直骨 上面一条 下面一条 只有 他就相当于是公开数据经里面 只有LGE 然后T2 和那个BSSF 这三个模态可能是 然后他的特点应该是 应该是是二段的 就是两段的 有一个LVMask 他获得了 他居然是学了一个LVMask 啊 OK 我有点明白他的这个说法 他可能就是说把那个两阶段的 画成了一个阶段 两阶段变成一阶段了 然后就算是一个那什么 但其实性能就还是不如两阶段的 说罢了 嗯 嗯 OK 那make sense 好的 好 非常清楚 谢谢 谢谢 哎真好 人家这文章出的 哎 因为很有体系 就可以一直出下去 对 呃 先摸一下 好 谢谢 谢谢 很好 我我我 讲得很清楚 讲得很清楚 OK 好的 好的 我我没什么问题了 那个张老师 您看您还有什么问题 对 他就这个 这个文章的方法 就是他那个提出了一个很好的融合方案 是吧 对 他在这 他是就是针对某 同不同的序列 然后有一个和编码器 然后我可以看 看这个 就是不同的序列 有一不同的编码器 然后每一个编码器的每一层 进行了一个融合 一个最大化的操作 得到了一个 这一层的一个新的特征 依次这样 他说拿了很多图片了 对吧 嗯 对 CM1就表示一个序列的影像 然后CM2 CM3 一直到N 他为什么 融合 为什么这个融合 能够work呢 怎么说呢 就是我们可以看这个图 就是说不同的序列 然后体现了不同的特征 然后他想 就是通过融合不同的 将这不同的序列 进行一个融合 然后能够提取到 更加充分的 这个并离的 他这个是用MR拍的动态心脏图 然后这个 他图片很快 也出了一堆图 对吧 对 除了一堆图的话 然后他的CM1 C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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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别呢 不是他就是表示这个就是 表示 就比如说这个地方我们可以不写 CM2E就是把那个 LGE对吧 对这是T2 LGE是什么缩写 LGE是什么意思 就是那个 嘎对比剂延迟增强 这点怎么写啊 LGE是一种药对吧 E是那个增强 L应该是那个 对杆的缩写 就是一种这个增强剂 对对对 然后MR2的话是另外就增强剂 不是那个是不同的序列 MR2是不同的序列 RMR3也是不同序列对吧 T2就T2叫T2T1 对对 这个T2是不就是不是不是延迟了 T2是一种东西 它是就是用了不同的 应该是波长 还是 MR2那个里面波长 是T2的意思是吧 T1T2怎么指的是MR对吧 这所有的影像都是指的是心脏的核磁共振图像 然后这个LGE呢 就是放了造影机之后 拍到的一个影像 然后T2呢 就可能是用了一个 那个CMR的一个参数 就是设置了不同的波长 拍到这个设置下的一个CMR 然后T2呢 那T1呢 可能就是用了T1的那个波长 然后拍到这个 T1就是 就是说这个MR本身那些特征 T1 对就是MR的这个图像 它比较它是一个就是感觉比较复杂的 就是说一些不同不同区段的 不同波长的这么一个东西对吧 然后它就是从这个 把这个数据抓取出来 然后把造影机的数据抓出来 三个图像就做融合 就是这么意思是吧 可以这么理解吧 就是CMR可能 根据它那个参数的配置 能拍出不同 一些不同配置下的CMR 然后这些 GAR T2 T1 T2 星都是在这个不同设置下 拍到的这些CMR 然后把它进行融合 啊 它们融合 它融合也类似用一些 Unet那种方法吗 融合里面 它是用了这种网络架构 但是它融合的话 就是这张图 然后每一个特征 就比如说这个层 Incoder 对 编码器嘛 它有比如说有五层 然后对每一个序列都有不同的编码器 然后不同序列的编码器的第一层进行一个最大化的融合 然后第二层一直到第五层 就都有一个相应的这样的一个融合 它这个这个方法 从哪从从哪学的呢 是有感觉类似 它是也是也是抗 也是抗罗素 是抗罗素的东西是吗 也没有什么传承方法的东西是吧 都是卷积 就是类还是类似 类似以前那种比较 类似Unet那种就比较卷积思路 对吧 是是Unet的 Incoder 然后对用一个Decoder 它这个Incoder Decoder是模仿 模仿Unet 我感觉是模仿Unet过来的对吧 还是是是那些网 它是因为它是用的这个架构 ok ok 好好的 非常感谢 那我没什么问题 谢谢成语老师 洪博老师 哎呦 会是老师啊 那个 感到很清楚 嗯 很好很好 这个愿意学习到 好的 好的 那就是王平再次表示 有一个 然后这个我觉得我曾经都学不上东西呢 对对 其实就唯一的一个问题 就是它后来用路斯加这个康斯迅的这个效果 真的 当然它发文章肯定不能写不行了 但是实际上是不如那个双段的那种效果好 就是其实是不是有这样的解问在里面 但是它应该是解决了这么一个问题 就是把它弄成了一个端到端 但是后续可能需要再解决那几个局限 Imitation 比如说在那个 Mapping上 怎么提取更好的特征 OK Mapping上 那是Mapping自己的问题 Mapping不大好 对 好 好的 谢谢 谢谢 不好意思 这个 我就是稍等 就是我这个刚才这个 被打扰了一下 然后我就很不错了 因为这个就感觉 这个文章 我觉得就是说它 是一个很小之领域呢 小之领域的话 它就是分一点点小东西赶出来 然后那点小东西 就像我们前不久做一个talk 就是说 怎么说 它是做心血管 心血管分割的 这个我觉得和那个很像的 王培你 你看到吗 是那个提取那个 提取那个线 对 对 我觉得现在 好像国内在做 这个影像分析这一块 都比较 就是接临床 就是从医生那边出发 他们真实需求什么 可能做的就是更聚焦 更细一些 对 我以为姐现在好像开闭信赛道了 就是 那些老赛道大家不做了 可能你做不动的感觉 因为老赛道的话 也饱和了感觉 对 就可能就是更偏 落地这方面 怎么做 这些很有意义呢 也很有意义 这给你很大启发 就是这种 奇奇古怪的分割的 感觉这个分割很古怪的 分割一样非常临床的小东西出来的 这个应用价值感觉挺大的 对对对 也很临床 因为它分的东西很奇奇古怪的 就是不是说 像我们以前的老师 就是把整个心脏分出来 大脑分出来 那就是就是不做的东西了 那东西因为做饱和了 譬如那种7-2猫倒出来了 之后 对对对 没法去比赛了 那么对 7-2 估计分的东西不行吧 应该 因为现在也有医学的大模型 就是 SAM MEDICALSAM 对那种猫倒动不少现在 对 那种猫倒动做的东西可以吗 呃就是可以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就现在正在播的那个Mix的那个 Mix的那个就是那个B站上那个直播 他现在就在讲这个东西 你讲个讲 从9点钟开始讲的 那反正就快讲完了 就是他他讲个几个方向 就是 嗯 有生成是大模型的 然后还有那个呃就是有那种 就多么太融合的 还有那种就是呃就是所谓的那个 那个泛泛用型的那个 那个医用网络的那个 他他这个都有设计 可以可以看一下国内这个做的非常快 他们就很厉害 对但这个 Foundation Model 是这样啊 我感觉这个新猜到的话 Foundation Model不一定行 哎 Foundation Model他 呃 Foundation Model 无论无论 呃7-2也类似Foundation Model 就是也就是现在 大家都往后做大嘛 就把模型越做越大了嘛 就是样子 只有Found 对 大是一方面 但他其实是那什么 他他他他几个方向 一个是像那 但那个Sum的话 他就更偏向于普通的那种 他他主要我看的现在比较多的是那个 多任务 就是把那种什么呃就是目标查找 然后那个病例总结 病例呃就是那个病情总结 然后病例 对啊 他就结合那语言模型 大语言模型是吧 对对都把那几个东西 所有任务都合起来 就一个任务可以做N种病 然后N种任务的那个 就是一个模型就可以做好几种 而且他们现在其实 上回看的现在比较有名 那个都不是特别大 呃都是很小的一个 也没有很小吧 但是就是就是是 是Million级别的那种 呃就是网络 就呃就是 对 所以 所以就现在就是是 就是他们在 其实他们可能啊 就是说最厉害的 最顶尖的呃 现在的这些在在卷的比较厉害的 这个人 他们在世俗做的是呃多信息融合 就是尽可能的 把东西都都涂在一起 然后看他们会怎么样 对 这也是方向啊 就是说这个的不往 这这个是往这 这两个领域 一个深砖 这是往深砖的嘛 深砖的话 这些领域肯定没没没耕耘过 第二个第二个领域 我觉得就是像往往广 就是广度去砖的嘛 一个深度一个广度呢嘛 广度砖的话 广度砖需要大量数据呢 没数据也不成 广度你多任务的话 要需要很多数据应该需要 就是你比如说你 你说写定常报告 你什么写这个 各个任务权全加上来 那也可以 那也可以 但因为那小组做不动啊 小组都没什么数据呢嘛 因为他这个 这个有室友数据集呢嘛 那种 你做广度的话 你需要很多的室友数据集 中型组和大型组可能能做动 就这个呃 比如陈宇 陈宇你也 你也在做这个分割 对吧 呃 我是在做分割 对我 我那个工作有点像今天讲的这篇 但还没有这么高级 就是我那也是的两段 我就觉得 我觉得现在往深度 突然也是一个方向 就是说你 对因为我后来考虑一下 因为像我们组嘛 他老板嘛 他也特别希望能做那个大模型 哪怕是做大模型的评测之类的 就他觉得 现在可能重的概率 或者影响力都比较高 然后我个人来觉得 我觉得呃 未来可能会发生一个分化 就是就是因为他那个东西 你就是 我说句实话 他那个什么几百万张 几千万张 那个图像你 你们服务器能不能存住 都是想说了以后 就说算不算的问题 能不能存的下来都是想说 就是 就是他对个人来说 就是是可能就是 一开始没有接近 或者没有准备好做这种东西的 后续去追 嗯 就是反正多少 我觉得我个人来说 可能会有点困难 这反正是要看整个平台的 这个能力 你像我们的话 他们就是能搜个几千张图像 就很了不起了 就是 但是几千张图像 肯定不能算是 呃 大大模型 就是 就是 但就是说 你 你没有算大模型 反推一下的 对 就只能是 反推那个 那个层面上面 去去去去 去播的事情 那呃 当然这个也没问题了 我觉得我们反正就是 你从头训 肯定是不可能的 你就是呃 某种反推 因为你反推的话 你都不能改 反推啊 增流啊 东西呢 你不能改对面 所以他很难做非常 fundamental的研究 那就是都是一些 就是归根结底 那就是那你就是反推 你那个对象 你研究的那个 具体那个垂直领域的 那个那个area 对 所以最后就是 还是会变成这样 嗯 但也也行吧 也行吧 这东西就能做都不行 对 这个这个文章 offer 就是给给个思路 就是说这个 往深深入转一转 然后甚至就是 早些小 其实说 稀奇古怪的那种 分割问题呢 对 然后这个毕竟 那种稀奇古怪的 往往就有临床价值 临床对那些 通用模型 感觉也有用处的 但就是说 可能用处没那么巨大 就是现在就是缺少 就是和临床上的医生 做一个沟通 就了解一下 他们真正需求是什么 对 临床医生需要 需要点啥做点啥的 对 不然咱们自己做的 这个纯属 就是在方法层面上 就是一种炫技 对 其实就是 接着米开的 任务来做 想到一起 对 但其实以后的话 可能啊 最影响的情况 就是他会有那种 大模型 然后大模型的话 接小模型 然后 然后可能就 对于每一个临床 需要的任务 然后 反推一下 或者能外界接一下 然后就是 就把这些任务都握地的 我觉得可能那样就 比较理想的形态 这样大家都都有工作 是的 对对对对 不错不错不错 这个 那好 那这个非常感谢 这个 王明带来 本期的talk 那我们这个 陈宇 还有问题吗 陈宇 没有 非常感谢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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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王平 那这个 那我们非常感谢 因为我们就发心 发心是准备一个 这个东西 准备很仔细的 非常感谢 拜拜 拜拜 谢谢 谢谢 拜拜